人类在地球并不能为所欲为 因为某个不起眼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人类禁区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八处人类禁区 这杀人湖并不恐怖 直到1986年 杀人湖中开始经常出现动物尸体 最初人们以为这只是自然死亡 但很快他们发现 这些尸体越来越多 而且尸体上也没有伤痕和血迹 就像毫无征兆的暴毙 就在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附近的一个村子被屠杀 1800多人 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死亡 只剩下6个人侥幸生还 后来警方前往调查 他们发现杀人湖已经变成了 诡异的血红色 似乎就是被尸体染红 而且诸位还漂浮着一层黄色的浓雾 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恐惧 自此之后 尼奥斯湖就成为了人类禁区 波维利亚岛是威尼斯湾的一个小岛 距离威尼斯水城非常近 但两者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威尼斯水城天下文明 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来往游人络绎不绝 而波维利亚岛则臭名昭著 岛上荒无人烟 是世界公认的禁区 人们为何将这个岛屿化为禁地呢 因为岛上的每一寸土地 都埋葬着无数冤魂 这件事还要从16世纪说起 当时正值欧洲黑死病的巅峰时期 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鼠疫 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应对 于是感染了黑死病的人 就被送到波维利亚岛隔离 说是隔离 其实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几乎没有人能活着 从这座岛上走出来 于是在这一期间 有超过16万人死在这座小岛之上 几乎每一寸土地 都铺满了人类的尸体 仅此一项就足够让人畏惧 而之后人们又在岛上 建立了一所精神病医院 这所精神病医院也非常恐怖 因为有一个变态的医生 拿病人做活体实验 让无数人死于非命 从此之后 波维利亚岛就成了人类禁区 再也没有人敢在岛上居住 全球大大小小的岛屿 有5万多个 大多数都已经被人们开发利用 但有个别的岛屿 虽然被人类熟知 却无人敢去居住 因为这里是人类禁区 岛上有致命毒物 墨西哥娃娃岛也是一座十分恐怖的岛屿 它的恐怖不是因为这里死过多少人 也不是这里有毒 而是因为这里的气氛过于诡异 墨西哥娃娃岛位于墨西哥城的一个湖泊之上 这座湖心岛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在1951年 一个小女孩在这个湖泊中溺水身亡之后 这个岛屿的画风就开始突变 岛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娃娃玩偶 这些玩偶会挂在树上连在绳子上或者钉在木桩上 有时候人们在湖中也会捡到不少玩偶 其实这些娃娃本身不可怕 但在风吹日晒和长时间的氧化之后 这些娃娃开始变得面目扭曲 肢体不全 画风逐渐恐怖且诡异 从此之后 极少有人敢去岛上游玩 即便去岛上 人们也要组队 并且带上一些小礼物 传言说 正是那个死去小女孩的冤魂 把这些娃娃挂在岛上陪她玩耍 如果不带礼物 登岛之人 必将遭遇厄运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非常爆炸的禁区 这个禁区还和比基尼泳衣有关 很多人不知道比基尼名字的由来 其实就是以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命名 该环礁位于太平洋的中西部 曾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不过后来美国人在这里进行了数十次核试验 让比基尼环礁周围变成了严重的核污染区 辐射严重超标 不但动植物在岛上难以生存 人类穿着防护服 也有被辐射的风险 正是由于核试验的恐怖爆炸 美国人才开始将能引爆眼球的三点式泳衣 称为比基尼 如今几十年过去 比基尼环礁上已经被美国人栽中了很多椰树 希望能将这里重新开发利用起来 不过由于该环礁核辐射的赫赫威名 人们始终不愿去该岛游玩 毕竟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在英国苏格兰西北部沿岸 也有一个人类禁区 这是一个小岛 名叫格鲁伊纳岛 离大布列颠岛仅有1.1公里 这么短的距离 游泳好手可以直接游到对岸 但几十年来却从未有人这样做 因为这座岛上有极为恐怖的生化病毒 在二战期间 英国政府为了增强军事力量 在该岛上研究生化武器 他们试图把碳聚热作为生化武器使用 这种细菌如果侵入体内 会潜伏12小时至12天 可直接致人死亡 而且它可以通过空气水源和食物传播 一旦出现在战场上 绝对会成为人类杀手 虽然二战之后这个实验场被关闭 但这座小岛却一直受到生化武器的诅咒 为了消除生化病毒 英国政府向该岛投放了280吨甲醛 此后还在岛上放养了一群绵羊以验证岛上的毒性 1990年英国政府宣布该岛已经脱离危险 但即便如此也无人敢登岛一室 这是一座进入历史的山谷 任何生物都无法幸免 这是一座火炉一样的古地 幽灵石头遍布河床 这里是外星人的基地 传说美国人在这里和外星人做交易 下面我们将介绍这三个人类境地 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秘密 在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克罗诺基山区 也有一个人类境地 凡是走入其中的生物 极少能活着出来 该山谷是一个环状山谷 只有一个进出口 山谷内遍布着动物的尸体 场面极为恐怖 曾经有一位守灵园 亲眼看到一只大狗熊闯入山谷 没多久就一命无呼 还有附近山村里的孩子 也经常误入死亡谷 就此再也没有回来 目前有记录的 就有30多人在死亡谷失踪 而没有记录的更是不计其数 死亡谷为什么如此致命呢 有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山谷中含有流盐层 导致谷中充满了硫化氢毒气 再加上山谷三面环山 毒气无法排出 日积月累之下 就成了一个毒气谷 然而这个观点 也不能让所有人信服 因为硫化氢不具备 瞬间杀死生物的能力 而是慢性毒药 在多次求证无果后 有人看到苏联直升机来到死亡谷 并在这里采集了生物尸体样本 于是人们猜测 这或许是苏联进行生化实验的实验场 至此之后 人们更加坚信 死亡谷是人类禁区 绝不能踏足一步 俄罗斯有死亡谷 美国加州同样也有一个死亡谷 加州死亡谷的环境 与俄罗斯死亡谷截然不同 这里到处都是荒漠谷地 水源细缺 气候条件极为恶劣 美国死亡谷长度约为225公里 宽度最长20公里 是北美洲最干旱的地区 也被称为干谷谷和藏里山 加州死亡谷最著名的是这里的气温 曾经有人在马路上测到81.1度的极端高温 一度保持着世界最高温记录 2022年6月 一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驾车穿越死亡谷 由于中途没游 只能下车步行求生 结果下车没走多久 就死在路边 症状显示 它是脱水而亡 除了难以想象的高温 加州死亡谷还分布着幽灵一般的石头 这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就是石头行走留下的足迹 这些足迹 有的只有几十米 但有的却长达三百米 还有的能够爬坡行走 十分诡异 有人认为 这些石头内部藏着幽灵 一旦有人靠近 灵魂就会被幽灵吸入石头中 再也不得超生 51区是美国内华达州南部 林肯郡的一个区域 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区 除了美国特殊部门 谁也不知道 这其中有什么秘密 很多人都曾想闯入51区一探究竟 但都被守卫发现驱离 在整个区域外围 有严密的监控和红外追踪设备 铁丝网层层叠叠 即便是最厉害的特工 也很难闯入 除了周围有人员驻守 51区的上空也被设立了近飞区 不论是上万米的大飞机 还是小型无人机 又或者私人飞行器 凡是进入51区上空 都将被击落 对于这一神秘地区 美国的解释是空军基地 但空军基地有很多 却从没有一个像51区这样神秘 而且关于51区 还有很多UFO的传说 因此很多人认为 这里就是美国和外星人 做秘密交易的地方 任何想要窥探秘密的人 都将被处死